花莲现赏时协会11月在文化局演艺厅的地下室举办特展 以美食归宁为主题 将过去历年来收藏或者是评比得奖的珍藏 再度邀请回到花莲来展出 不论是原石、造型石、奇雅石都相当的珍贵难得 透过镜头带您来欣赏 花莲是石头的故乡 但是禁止开采之后 石头的取得是越来越困难 花莲现赏时协会11月特别举办一个展览 以归宁为主题 将会友们珍藏的石头邀请回来 在花莲做一次丰富的展出 我们会演的成果展 另外一项比较特殊的就是说 我们有美食归宁 归宁就是说 女儿驾出去了再把它请回来 叫归宁 但是这个项目是 我们根据以往花莲有得过奖 的有得过奖的有得过彩排的 那我们以我们西部的那个 在西部石油那方面 我们经过我们路线的盘查 调查以后我们再给他邀请他送回来 加入这次的展览 让花莲的石油 各地的石油来在留恋 往以前的那个美食 是到底是怎么样之美 跟现代的那个石头相比比较一下 这可以让所有们都可以有一个 回顾与留恋 玫瑰原石 图画石 奇雅石 台湾玉 每一件石头都相当珍贵难得 在肺炎疫情紧绷的时刻 无法举办国际交流 但是花莲县赏识协会 透过邀请散居在全国各地的石艺爱好者 将自家珍藏的石头带到花莲来展出 让石友们再度欣赏极品石艺 也让石艺交流更加活络丰沛 借里会换视报道